好各位大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的CoinList的 seedwinter2022 batch CoinList他们有一个fund 专门是投那个种子轮的 他们投的种子轮的项目呢 很有可能未来会进入CoinList的 public sale对吧 就是ico 那我们知道CoinList作为 第一大流氓ICO platform 只要在这上面的 那个token几乎就全部会受完 而且几乎都有大的机构会来投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2022年的冬季 进入他们种子轮选拔的冠军有哪些 这里是在介绍对吧 CoinList2什么种 这个有什么用对吧 什么demo day等等 我们直接看他们最新的几个项目 第一个叫做ETHSign EtherSign 这个项目呢很简单 其实概念很简单 它的概念是什么 就看上去很花哨 对吧 很复杂 所以它概念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可能 你买卖房子也好 对吧 或者是做买卖 做买卖也好 对吧 基本上都比如说你要买车 买房或者等等各种各样的交易吧 我们都需要有个合约 对吧 都需要一个合约 通过双方的律师 简单的合约就自己看一看 然后大家签个名 这个合约就有法律效应 那ETHSign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合约 这个contract agreement和这个签名 放到链上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科学家们都知道 这个code the code is law 在区块链的世界 我们有这句话 代码就是法律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 不能够全部用代码来解决 那ETHSign呢 就会把这些contract 这个概念去听你的 把这些contract的呢 全部放到链上 对吧 然后大家签名也会放到链上 然后他牛就牛在 他已经和很多国家的 就很多jurisdictions 就是很多国家的法律部门 对吧 就有了协议 就是未来很有可能 是legally complain compliant 就是说在中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 或者在欧洲也好 现在澳洲 澳洲还不行 澳洲也可以 对吧 纽织联 只要有通过它的平台 双方在链上所签署的合议 将会受到法律的保 那就是说 那我们要拭目以待 对吧 在未来很有可能 你买车买房 这些协议呢 就是全部是在链上 而且呢 这个协议呢 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吧 就这个eth3 好 第二个呢 叫做什么 excel the labs 这个呢 好像是一个隐私的协议 我也没有 我没有太看懂 就是说他的意思 他们已经raised了120万美金了 对吧 就他说是什么website protocol 对吧 又是个website 然后来帮助developers to scrape the and link all public data on the web 应该是一个数据加隐私这样的一个协议 excel labs 第三个叫做immortal game 这个是一个国际象棋的游戏类的一个项目 就是未来呢 我们知道国际象棋可能在国内不是很流行啊 在世界上国际象棋还是非常流行的 对吧 他每一个棋呢 变成一个nft啊 然后呢 如果你的你可以看到对吧 如果你的水平很高啊 可以参加他们的比赛 然后获得奖励 他有两个代币模型 一个叫做IGE 一个叫做GMT 对吧 一个呢 就是在每次你获胜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GMT token 然后呢 你可以用来呢 去买卖这个nft 或者去mint这个nft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叫做IGE IGE是要参加 earned by the best of the best each season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联赛样的东西 每个每个赛季呢 最优秀的一些人呢 将会获得IGE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针对下国际象棋的人 如果你 国际象棋高手啊 不妨关注一下 后面一个叫做Mesh decentral social investing platform that users invest together in the teams 这个有点像 叫什么重头 对吧重头 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好的项目 大家一起chipping 大家一起来 花一点钱来投资的 他会以一个nft的形式来代表啊 大家付 比如说是100万一个nft啊 大家付个10万 凑 凑10个人 去投资这个项目 你可以自己去create a team对吧 然后add funds 这些都将会透明化 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一个 byc BotApe对吧 现在100多ETH 那我们可能说OK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nft 需要120个以太啊 大家往里面chipping 然后我们一起去买这个东西 当然大家都要投投票通过 投票通过 好 第五个 playchamp playchamp呢是个支付平台啊 主要是针对的是 非洲群体 我们知道非洲有绝大多数人 他们是比较落后的对吧 很多人甚至连 手机也没有啊 所以非洲人呢 就成为了一个对crypto 有的人连银行账户也没有 对吧 连手机都没有 那playchain呢 能够帮助非洲的business呢 来进行这个crypto的支付 能够帮他们省时 省钱省利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smoothie呢 是一个信息类的平台 我看一下smoothie smoothie呢是个信息类的平台啊 就是里面 会有很多的这种消息 对吧 而且是一种 非常好的 就是一种nft的形式啊 或者是一个 像这种thread的形式啊 来展示给大家 大家一看就懂 是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有点creativity啊 创造型的一个平台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去 呃 叫什么subscribe一下 subscribe一下 newsletter 好 最后一个叫做 tern 它是一个携带网的品牌 叫做 smart contract hosting platform 提供failsafe 就是能够 确保没有大的问题 然后是多链的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 看着就挺牛逼的 但是他网站好像有些问题 会一闪一闪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还好 直接会一闪一闪 但是这应该是非常早期吧 听上去挺强的 非常早期 好 我们可以看到对吧 他coilist他最后要写了啊 我曾经seed 投过的几个项目啊 第一个就是最大叫做acala 对吧 acala曾经是那个coilist 是上seed的一个项目 然后直接获得了6100万的投资啊 非常的夸张 看了他最明星的 第二个叫做pasick 对吧 prq 然后prq后面之前是在coilist上面融了钱 对吧 还有个叫rabbit hole对吧 rabbit hole 融了1800万 还有什么pawn fine 融了300万 等等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coilist的项目呢 值得大家关注啊 大家去参与一下 说不定未来会有空投 也同时呢 也说不定呢 你现在早期参与者呢 未来这些 都有可能成为独角兽一样的项目呢 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益啊 他是这么理 他的意思是这个 他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 coilist出来啊 为他们证明的 会为他们站台的这些项目呢 都是好项目 值得大家去关注 就这个意思 那这些项目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最硬的 coilist seed winter的项目呢 就介绍到这儿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这些项目 说不定未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下次视频见 Peace